大家好 欢迎观看故事有料 泰国是很多人海外旅游的主要目的地 据了解泰国每年的国际游客中 中国游客约占了800万左右人次的数量 成为了泰国旅游的主要力量 由此可见 这个国家多么受中国人的喜欢 这或许与泰国的佛教文化发达有关 泰国被誉为万佛之国 拥有着很多的佛塔建筑和佛教思想 自然也让世界庞大的佛教信徒 对这个国家抱有好感 不过虽然佛教文化盛行 但泰国的社会氛围 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般居属 很多人会以为泰国的思想文化影响下 这里会有着很多的清规戒律 但事实则正好相反 西方思想对泰国的影响很大 这里的社会以开放和自由著称 所以这里有着许多别的国家 不支持的产业出现 就比如黑珍珠和娱乐场所 在泰国就特别出名 也因此带动了一些行业的发展 就比如避孕产品 据泰国卫生部对医疗处的 避孕药行业的情况调查显示 在2015年到2019年中 避孕药市场的需求涨幅飞速 从2015年的2069伏 飙升到2019年的10,213伏 足足增长了近五倍的数量 这主要是因为年轻人的 怀孕现象增多的缘故 2017年的数据 在年龄16到20岁的女性中 共有34,578人生育 背后代表着年轻人 不知节制的行为 所以避孕药的市场十分火热 但其实不仅仅是因为这个情况 避孕药市场火热的缘故 泰国人妖也是在其中 不得不说的一个群体 对于爱旅游的中国游客来说 泰国人妖并不是一个 让人陌生的群体 即便没有去过泰国旅游 很多人也都清楚这个群体 他们无非就是从小服用雌性激素 以此来培养女性性征的男性 是一类让人觉得心酸的群体 应该多数人都知道 人妖的产生 大多来自于底层生活的贫困人群 很多泰国家庭的收入 极其不稳定 所以许多家庭都会从小 就培养人妖小孩 让他长得十分美丽 以此通过表演 来获得不菲的经济收入 而这样的风气 在泰国也是十分流行 最主要就是因为旅游业的兴盛 带动了人妖表演的热度 也就让越来越多 泰国男性从事这个行业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在泰国的人妖群体 约为66万人左右 他们支撑着巴提亚 普吉岛等旅游圣地的人妖表演行业 收获不菲的经济收益 但其实这个行业说到底 就是一条不归路 除了能赚钱以外 需要伴随着持续下半生的凄苦 很多人都知道 泰国人妖的寿命并不长 这其实就是因为人妖 过量服用雌性激素的避孕药 导致了体内激素紊乱 最终就会完全破坏身体机能 所以他们只能一意孤行 继续服用更多的雌性激素 来压制这样的紊乱 最佳的办法就是做变性手术 一旦做了变性手术 加上良好的生活习惯 活到80岁都不成问题 但手术的费用特别高 很多人妖消费不起 也就只能采用打针或者吃药 打针的价格也并不低 所以最常采用的方法就是吃药 也就是吃避孕药 因为避孕药的成分就是雌性激素 而这样的吃药 可能需要伴随一辈子 不吃药会如何呢 最有可能的就是在表演秀的时候 男性特征可能就会凸显出来 以此影响他们的工作 所以很多泰国人妖的包里 都会常常被避孕药 余生也几乎都是和她共同度过 为了让自己更像女人 她们不仅要靠雌性激素来维持 还要经常去脱毛 因为她们是想要让自己的外形更像女人 但大部分人妖仍是男人 只是胸部隆起 腰枝纤细 完全丧失了生育能力 人妖都很漂亮 外表上和女性区别是通常手脚大 并且可通过声音鉴别 有一些人妖可以从她的喉结毛孔 说话声音上分别出来 但有的人妖则根本看不出任何特殊 尤其是那些做了变性手术的 更是如此 还有一个让泰国男孩变成人妖的 有意思的原因 据说泰国人喜欢女儿 都愿意把家产留给女儿来继承 很多都是有钱人才去变性 另外泰国福利真的好 每个学生都有免费牛奶喝 碳病又便宜 并且在泰国是可以买卖土地的 有永久的所有权 可以买卖 可以继承 据说这也是很多男孩变人妖的原因 不管什么原因 希望大家都能尊重别人生活的选择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